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天勤洗手 衣服都用手洗 宋大哥说 正是因为年轻时的经历才造就了他今天的这些好习惯 反正是当兵人他都赶紧 大哥当过兵吗 难怪呢 当兵回来把你整理内务你这个班级 你像那个战事你都得管理 那你当兵那时候是干啥呀 我那个时候夏连队就是班长 当上市 管理仓库 买凉买油 管理炊事班 这个烤习惯都是那时候呀 对 大哥是不是做饭啥的也有用啊 大米饭 馒头 花卷都行 包饺子 打饼 都会 爱干净还会做饭 这宋大哥可真是优点多多呀 等走进厨房 红娘更是发现了宋大哥是个会生活的过日子人 这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吗 对 这是咋子原来存货呀 还是一直买的呀 不是 我就买 刷碗 平时去不走上超市溜的家 是赶上有活动啥的买的吗 不是 就是生活用品 反正见到啥就买的 不是 那你这个为啥买这么多呀 总得换呢 对呀 那你买的了 时间长了 有绝了 就会冷 那你一个用多长时间呀 就是几天 这么讲究啊 我意思啊 必须得这样 家里头 你就缺一袋盐也不行 你就是缺个鸡蛋也不行 我必须得缺 你期间都得被除了 对 我这个不能缺香 对于这样的性格 宋大哥总结自己说呀 这就是当兵的本色 干啥就要像啥 干啥都要干好 这个过意的啊 可以这么说 磕不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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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干啥像啥 哎 干啥就是说 就是能拿起来放得下 不用别人抄袭 这个事过意的肯定有能力 在部队下立功的 就工作突出 我是办得好 百分之六十的粗粮 百分之四十的细粮 那就让我给办的全细粮了 把粗粮卖给当地老百姓了 但是得多养猪 得种黄豆 混豆油 把油数加大 完了它就吃不动了 吃不动了那细粮它就省了 不然的话呢 一顿七个馒头 那都吃好几碗大鸡 那你光吃细粮就供不上 完了我就这么倒 那时候就立三的工作 就是工作突出 宋大哥当兵时工作突出 退伍后的他被分配到了东风县民政局 对待工作宋大哥的态度同样一丝不苟 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的三十几年里 宋大哥一直秉持着部队的作风 坚决杜绝婚姻登记工作中 出现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 婚姻必须得双户道场 首席齐全 绝对不能五七八糟的 说给点钱你就办了 是吧 请你吃饭 有人给你行贵什么的 有 还有的户口本不摘 有的身份证不摘 丢了 还有的一方在南方呢 公路那是打工的 回不来 另外年里有的差一个月 差一天 差五天 还有的差好几年 那你说你这有的 你就登记 你擦手去 你登不上 你都粘在楼下给踹刀去 踹刀啥呀 这都在扔了多少钱 你不得 粘在楼下踹刀去了 有的扔一条眼 你就给这样子拿回去 在宋大哥镇 只有符合规定的结婚登记 他才准许办理 任何走后门的事啊 在他面前都是绝对行不通的 我记得有一次年龄差三八半年 吃了火来说情 都不行 我都没给 没给 没打 就是他会找互同的人来找你了 找我们家的 找子们 找这个单位 还找一个和我都不错的 你就不给扮呢 那扮不成的能扮吗 违法登记 谁不能扮 你要给他等的 你钱拿起本户 都没给等 你说给他等的 结果你计算机值得了还得告张 这么整个单位都得还 宋大哥说 办理结婚必须要严格遵守规定 不容任何商量 但对于前来办理离婚的人 宋大哥的态度却变得不那么坚决了 能劝则劝 能不办就不办 因为他最清楚啊 很多想离婚的人其实都是冲动所致 婚姻这事就是有的时候一刹之间 一来劲理了 有时候喝点酒就来劲了 还有时候又寄进来劲了 你必须得给他冷处理 你不能在尽头上就给理了 你回去就回 你回好了好了 回明天再来 因为第二天你就不理了 有的时候家里头 你谁一说一劝亲属 他俩就好了 是不是 还有的他俩你在尽头笑气 是好的 用心去成全每一桩合法的婚姻 尽力去挽救一桩桩 还不至于结束的婚姻 是退休前的宋大哥 每天都在认真做的事 然而让他倍感遗憾的是 处理别人的婚姻 他游日有余 但面对自己的婚姻 他却无可奈何 不是说79年 我当面回来 别人给介绍 就看长得好 还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 老爷看着过意就不行 但是没拦住 我就愿意 结婚后 宋大哥才意识到 两人根本过不到一起去 妻子的生活方式 和自己有着天壤之别 我一着不定格 也不收拾无着 和我爸正好相反 他也过不到一起去 有时候下边到家来 都到门口了 我摸身走了 上大会吃面包和和平空间事 就这种感觉 就是不愿意回家 到家里也没有温暖 宋大哥说 当时考虑儿子还小 他不能离开这个家 所以就一直和妻子对付着 过了20年 直到2005年 儿子长大去当兵了 他才和妻子协议离了婚 谈到自己的婚姻 宋大哥的心里 一直都不是滋味 你管理婚姻 你管理别人 自己可以进去 就好像这一生失败了 宋大哥说 这辈子自己啥都要好 工作干的明白 但家庭却充满了遗憾 离婚后的宋大哥总是觉得 在当地有点抬不起头 于是退休后 他就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东风县 来到了有表哥在的梅河口市 但一个人生活时间长了有多孤单 只有宋大哥自己才能体会 说心里话不好过 孤独这个事就是整理 人生在最后晚年时候是最难的 你一天说话没有 你要来个疾病 你说门开不开 就在这屋倒下来 谁也不倒 这就是问题 宋大哥说 本来他已经开始计划找个养老院 安度晚年了 直到有一天 他在电视里看到了原来不晚 才开始动了再找老伴的念头 前段时间 宋大哥在节目里看到了宋丰梅宋大姐 一眼就中意了 他觉得宋大姐完全符合他的择偶标准 于是他想做红娘给签个馅 宋大哥就想找个正经过日子的人 那么他也同样会是宋大姐在等的那个人吗 宋大姐你好喝 哎呀咱们幼稚别来了 宋丰梅64周岁 丧偶长春市顶风筝食品有限公司退休 退休金2500元 住房面积80平米 宋大姐是我们原来不晚的老嘉宾了 现在的她还是每天白天在少尔英语培训机构打工 晚上回家收拾收拾屋子 支支毛衣 虽然之前的乡亲没能如愿 但宋大姐心态乐观向上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最近吃了一副手套 为啥这手套啊 这手套我行是那个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再送给他 送给一个小礼物吧 小期待这个人出现 这不是那个什么要过年的吗 那个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希望大家都能在一起团聚啊 我行是如果要是那个呃就是在这个那个大姐之前哈 如果要有那个合适的大家在一起沟通 工作不挺好的哈 而且过年的时候这种沟通感会更强 嗯对还是说这需要自己的那一半 你看哎呀真好好看 嗯特别暖和 这个这个手大手小如果遇到这个人手大手小都可以 都可以啊 它并且它特别暖和 就原来我骑自动车上班的时候啊 冬天特别那时候都冷啊 就戴这手套也可以 真好 姐你看现在就是那个今年特别冷 嗯 就是不戴手套还真的是出去挺困难的 嗯 这手套还真的挺有 这个多大手套脑袋啊 只要谁收到这个礼物肯定特别幸福 那个最近有一个呃大哥 嗯 然后看了你的节目 嗯 我看了你的节目对你也很中意 嗯 然后觉得你这方面都挺好的 嗯 然后他想过来看看 行 嗯 然后到时候我就领开牌家里看看 好的 嗯 在红娘跟宋大姐沟通后 宋大哥决定去长春宋大姐的家里看看 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诚意 细心的宋大哥想要提前为宋大姐准备一份礼物 这个沙巾不行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上这我看看吧 可以问问吧 沙巾 沙巾才哪买的 你这没有弄 行 行 是吧 你看那个好 你先调一下 这个 我觉得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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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弱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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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宋大哥挑选了一个又暖和又好看的围巾 他说冬天这么冷老年人最需要保暖了 买的礼物要实用些才行 选好围巾后 宋大哥和红娘约定好第二天上午九点钟 在宋大姐家附近集合 三点半就起了 三点半就起了 咱咋的 吃饭 吃饭 没睡好啊 基本上没咋睡 没睡觉 啊 那咋是紧张了呀 还是着急了呀 心里有事就有 心里有事呗 对 宋大哥说 他提前两个小时到长春后 没敢打扰大家 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农贸市场 一直等到约定的时间 还特地在那儿给宋大姐买了四样水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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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要拿东西 介绍一下 宋国明宋大哥 也先送啊 宋国明宋大姐 这不用介绍了 一家的都先送 我也先送 一家的 当然知道你先送了 你好 从电视上看着你 这个不用做介绍了 你挺熟了吧 今天早上 明明我让他8点钟的车来 结果大哥也挺着急的 期间两个小时就到了 哎呀 太行 然后也没敢打扰你 就是发 那个没起来什么的吗 就在外边等了两个多小时 照着一个市场 然后在市场买了四样水果 哎呀 太辛苦了 那来 请进 请进 来 姐 你家 咋这么香呢 你做饭呢 做饭呢 做饭呢 做的 做的变饭 哎呀 那为啥做饭呢 是不是听大哥大老板来了 对对对 给准备点饭啊 那不用 好 看了 大爷们你准备的饭菜 都准备完了 都准备完了 哎呀 这是虾仁炒香菇 嗯 这个芹菜 芹菜炒肉吗 嗯 那是香肠 香肠和香肠 香肠 这锅里炖的啥呀 锅里炖的鱼 为什么 这里炖的豆角 哎呀 豆角 嗯 这个锅里还有 这里是鱼 可以可以 这就好了 好啊 哎呦 大爷 那你几年钟起来做的饭菜吗 我六年多起来的 六年多起来的 这里还有三个鸡 这也太丰盛了 哎呀 这这 倒倒都是硬菜呀 哎呀 硬啥呀 看电影是 嗯 性格不错 你看完电视再看到本人 你有啥想法 现在看呢 就是 看电视看 赢不错 说话也挺 也挺 咱们呢 就是要求过一种好就行 嗯 这立立正正的 这底下 这个链底下 都是鞋锅 都是鞋盒 就是啥玩意 这个特别板 对 我来了 我第一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这是啥东西 结果是鞋 铭回去就完都会盖进来 这一看 这就是立正人是不是 嗯 他姓颂的吧 他都有一个特点 嗯 立正 赶紧 是吗 让他故意的 那个 勤恳 啊 完了那个 回顾 好 太奇怪 个头挺好的 臭 这是个稳重的 对对 他的这个习惯 真的 真的 你看看 奇怪的啊 这个缘分挺好的 初次见面 宋大哥在电视里对宋大姐的好感 终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验证 宋大姐呢 对宋大哥的第一印象也很认可 尤其是这俩人都姓宋的缘分 更是为这次相亲开了个好头 太麻烦你了 没事 宋大姐就是这么热情 不好意思 没事 你还 你还也姓宋 咱们还是一家的 我们女孩就没河口的 咱还是老乡 你是没河的 我家老家就在没河口 这么巧啊 我们经常去 我妈和我爸去上班 这么多这个本屋都在那里 都在那 我咱人来 这几年 这几年去了吗 这几年也去 去年还去了呢 万万没想到啊 这宋大哥和宋大姐不仅同性 而且啊 宋大哥所生活的没河口是 刚巧正是宋大姐的老家 这奇妙的原则 让两个人的距离 在瞬间拉近了 大哥你看看 看看大姐家 就是过日的人是啥样 你看这个面 就提前 提前都准备好 大哥家 我昨天不上大哥家去了吗 大哥家就是一碗住 也是跟你家的面 你就买 都得准备 你没弟弟这么认的 想玩都不能去 都得提前被毒了 管的感觉哈 老宋的的人 早会过日子 刚才 你跟他说的一样 大哥说 老宋的人都感觉 都会过日子 我都吃一样嘛 就得搞 装在笔记上 啊 完了去砍去买的 家里吃一样 鲜蘭没了 蒜没了 你都该买米了 都得挑挑有趣 厨房里宋大姐 麻利的炒着菜 宋大哥也帮忙打打下手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挺热乎 一会儿的功夫啊 饭菜也上桌了 好的 好谢谢 嗯 怎样味道 挺好 别客气 咱都一家子 轻松吧 他就是故意的行 嗯 要样 干啥要样 是吧 对 这个事吧 特别要样 自己有标准 啊 大哥工作上特别正牌 在民政局就是给人办结婚 离婚登记书主任 啊 走后门啊 这些在大哥那都存在 都不存在 没说干啥 这有标准 干啥因怎 嗯 这个很正常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轻松的人嘛 可能性格都这样啊 这不以后轻松的 我得多关注关注 我看的是不是这样啊 这饭菜美味人也好 看得出来呀 宋大哥和宋大姐很投缘 接下来他们开始聊起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最大的是身体 对 尤其我们这个年龄段身体要不好 那别麻烦别人 别麻烦任何人 男的女的都是一样 我身体还行 嗯 我姐他们说的 你说你一天胡吃海召的一天 然后还终于没有病 各种各种指标都正常 那个大姐全是 就非常择偶标准 非常的一致 就是最重要的是 得是先身体好 身体好 另外一个我最 我最重要的就是本质 就这个人本质必须的好 嗯 对对对 你说一天 他和本质我能给你保证 那你这一天 你不管多大岁 照商事那人不在于多大岁数 对 你那个老伴去世的 还是离婚的 离婚的 嗯 听到宋大姐问起自己的婚姻状况 宋大哥怕他对离异有所介意 就赶简解释一下自己离婚的原因 他生活方式和我不一样 嗯 对 脱皮带水 无论也不熟悉 嗯 做饭他也不太会 嗯 反正总看见事 大哥应该是早就有离婚的想法 但是为了孩子 就是怕他学坏 电脑上电脑房我会整啊 就是给我累一点 电脑爪 最后整不对去了 嗯 桂龙三年 嗯 就还没学坏 不然的话不能坚持二来年 实际就是硬坚持 嗯 真是跟我俩真是经历差不多 我那时候主要就是 他喝酒 不是说他没有拉他 就酗酒不属于喝酒那种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我是在富士商店上班 我那时候商店没有幼儿园 没有幼儿园嘛 那那个孩子呢就得靠他家给我带 我一说离婚他就不够孩子 他说的你离婚分你就走 那个孩子是我家的 那你说 我说他 我说我走了 我走了我命运 怎样都不如报说报预测 就是真找着好的 没孩子没了 你说都别忙了 我也害怕孩子学坏了 提起过往的婚姻 宋大哥和宋大姐才知道啊 原来他们都是因为孩子 在并不如意的婚姻里 坚持了二十几年 这相似的经历和感受 让宋大哥和宋大姐的心 贴得更近了 眼看着两人相亲 是越来越有戏啊 但接下来宋大哥说的问题 却让宋大姐有点想法了 在住地方 住房子我楼卖了 民族啊 老草民 就是咬民族 我那半夜喝酒 打仗 然后我就处理了 打扰生活 嗯 那你招信 要不没有我自己有吧 实际我那房子挺好的 对住房子肯定记忆 咱们这么大岁数呢 我也就是要一个 在一起生活的地方 是不是 属于咱自己的地方 那你就在外边 你晚上是累的 回来还得说有自己的家 住人家房子晚上走 总是不踏实 因为我这么多年 住房子住的太久了 你说我吧 从那个就集结婚收过来 那时候我就谈恋爱了嘛 完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婚 我就开始打游戏 今天搬这 明天搬这 哎呦我这辈子搬家 搬太多太多了 每一次搬家都精疲力尽呢 完了那个就觉得 哎呦嘛就现在可下踏实了 就是说这有房子了 现在就是说将来找老伴了 两个人确实感情比较好 不妨咱再研究 那只能够好办的事 对不是没有能力 对不是没有能力 是不是 卖楼钱都该动 我觉得他是这么想的 他得看这个人行不行 就是真行的的话 真是过日子的人 人家可能就是卖那步 人家不是你也不是那种人 你要真为了人家啥财产 那当然人家都有想法的 是不是 人家说这么买不是不能买 买多大你都能买都行 但是人家的意思是 暂时就先不买 很正常 你这么说很正常就很真实 你就说他那啥忽悠悠的 想买多大都行 其实那我心里倒不踏实 你觉得大哥这么说还挺慎重的 对啊我觉得是挺慎重的 就是是一个成熟的老年人 在买房的问题上 宋大哥没有做出过多的承诺 但反倒是他这种谨慎的态度 让宋大姐有了一份安全感 不过宋大哥对买房 还有一个要求 不知宋大姐能接受吗 也就是买个小的被买大的 买一个吧就是四十五十平就行 你不得留点看病钱呢 将来有病了 住院了 那你不能都用来用来房子 新买房子 买四五十米的 有点有点的啥 说过去不算那十米八米的 最低就六十米左右 就行 两个人够用了 那另外一个吧 你看你我们俩买房子 孩子还是不可能不来 咋地一大小也就有两个小屋是不是 对 孩子要买的话 你就挺感觉 也不可能 当天一走 对 起码有个住的地方 我就心想 这个事留点过河钱 将来老了你就别有病了 你上医院了那就得钱了 我也买了 留点雨地 对 被花广辞净了 最后有病了抓下来 你看走房子送的人都这样 那你说你都花没了 杂成 就买一个这两口能住就行 行 环境好一点 来人去洗的 能搞一下就行 是吧 那两口呢 你这拿的就得是 就得 就得 这个家庭就得复扰 对 不复扰 对 你不是抓了吗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事 就考虑这个 要两全其美 对呀 尤其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就是吧 不可能说这 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对对对 有点嫌隙的谈 嗯对 嗯 50多的不是差的 差这个10亿8年 也行 你看对对 50多都差3米5米的也行 我不是那么秋色的人 就是一个过日子生活 对对对 你觉得 咱也是为的 把他收拾 对对对 咱也是为的 不就是儿女区了 有个就是住 对 但是有个右脚的地方 对 对 那咱买房子就别买一局 你就买两局 对 但是如果说面积稍微小点 它合理 嗯 可不可以好 也可以 我不是那种 你特别积极的 就说那个 我要看我也是 咱们也是听人的 宋大姐的不斤斤计较 让宋大哥放宽了心 即使在他心里 还有对未来的另一个规划 那么宋大姐听到后 又将会做何反应呢 完了那个也想上海南 上海南就带着去 也行 还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 不是你啥意思大哥 可是你是想去海南 长期待 还是说一年去 就把东西啊 没个地方吧 九日份去 那行 夏天回来 那行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宋大哥和宋大姐都认定了 彼此就是最合适自己的人 小老婆还有啥邀请吗 没啥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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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呢 看着大姐们啥 还有跟别的吗 没有啊 没有啥了 那就把你那个礼物拿出来 你自己带些准备的礼物 这我都在哪里 昨天大哥给你买了个礼物 有 还没看过呢 这都不好意思 挺好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还挺暖的 挺好 挺实用 特别冷的 谢谢 好 大一生来 大一生试试 来 大哥你给你 你也带我 不用我自己带吧 人家抱着衣服 没事 来 这是批剪 这是批剪 批剪 还挺短的 请实用的 然后那个大姐呢 在等这合适的老伴出现呢 在过程中没事自己也给你准备一段礼物 你拿点啥再看看 不用 我那个礼物 我的礼物有点 有点复杂的 伯伯 你的礼物情意满满啊 好 来 来 你其实他一副手套 嗯 大哥带着他手大 这个 早上那早上起来买的菜了 咋就行 对 正好 所有人呢 还一个汤 哎呀还珍惜 哎 富业儿童还买 用了一个盐子 嗯 咋样 大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姐 希望你俩以后啊 就像你们俩送这个礼物一样 手套 那个围巾 都能互相温暖彼此 然后你们幸福地走下去 好 祝福你们啊